我想問一個問題 是 就是究竟一個懂得煮食的女生 會不會加分的呢?你們 不加硬 如果不加給我, 怎麼辦? 懂得煮食當然是比較好 變成跟夫妻的關係會更加好 我記得我拍拖的時候 男朋友問我 你喜歡甚麼?你最擅長甚麼? 我說你不知道嗎? 我唱歌、跳舞 我連北派也會的 他看著我 一點都不開心 他還問我, 你懂不懂煮飯嗎? 我說, 當然不懂 我以為很小事 他就說, 你懂不懂煮飯嗎? 他的樣子簡直是兇了 我說, 這是大件事 原來煮飯對他們來說 他心目中那麼重要 很重要 好, 我立刻的起心肝 我去學煮菜 還要獲獎 你呢? 你會選一個漂亮的還是會煮菜? 怎麼選呢? 怎麼選呢?伯母 你喜歡美女的 別管她會不會煮 其實我可以選吃外賣 吃外賣? 這叫藝人 已經選擇給你 全部拿來 很厚 那就選擇一個漂亮的 你就可以選擇了 真的這麼說 不錯 不用看了 最後一分鐘 五、四、三、二、一 謝謝 我們現在嘗試Joanne的… 豪汁雞蛋泡豆腐 我覺得我第一次吃 真的知道什麼是雞蛋泡豆腐 雞蛋真的剛好一層包吃的豆腐 薄得我以為是豆腐的皮 豆腐滑, 還有汁不會太多 剛好 它的口感, 口感 一咬下去, 簡直有滑的豆腐的質感 我覺得這個配搭比之前那兩個更好 它用其他材料混合在豆腐裡面 是很棒的 致不宜遲, 我們試試試看 試試看 來… 聽到什麼? 紅燒羊豆腐 好, 來… 這個菜, 你做得非常細膩 擔心那塊肉會掉 你就加了少許生粉 下去的肉就不會掉出來 只要專注在蝦膠上 真是簡單 雞蛋泡豆腐, 我很喜歡 變成煎起來, 它就一邊一邊變 變成整塊豆腐就不成形了 肉碎, 煎出來也不夠香 這個, 其實它真的功夫多 唯獨我覺得它外面的生粉太厚了 厚了的脆, 不是很鬆脆, 很薄脆的 味道是不錯的 好, 剛才勝二的菜式我們也試過了 現在四位參賽者都出來了 菜果將會是怎樣呢? 好, 嘉賓姐 我們在公佈的菜果之前 不如我們問問Anci和獅子哥 你們今天最喜愛的家常菜 又是哪一道呢? 我們最喜愛的家常菜 我們大家的想法都是一致的 色味香也很好, 我就選擇 Kent 我Kent 恭喜Kent, 恭喜Kent 恭喜Kent 你今天獲選為我們最喜愛的家常菜 你會獲得豐富的獎品 謝謝Kent, 三姐 是 上一集出線的就是柏軒的 是 接下來在總決賽 柏軒會不會對她最怕的歡姐呢? 是嗎? 這集的出線呢? 是…Kent Kent, 加油… 好, 厲害 Kent的紅燒釀豆腐 在味道、賣相、技巧、創意 四個範疇都贏得最高分數 以總分32分 爆冷打贏一群經驗豐富的家庭主婦 恭喜Kent 所以進軍我們的總決賽 也很感謝各位參賽者的參與 希望有機會再嘗試你們的美食 對嗎? 另外也很感謝Auntie和獅子哥 我們今集的星級試食員 謝謝… 怎麼樣? 開心嗎? 開心, 有得吃, 有得玩, 挺好的 明晚Kent和Kent 就會上演冠軍戰, 決一勝負 究竟誰會成為冠軍霸主呢? 我們下一集總決賽大戰 我們繼續… 家常便飯, 美美爭霸